Max 剧目影乐 生前赞助播出 琴玉哥 我的琴玉哥 哈喽 各位观众网友们好呀 我是你们的海上老司机 爬墙专业户版力奖 只可惜海王成本高 大腿哪里找 我听说 黎月的严神操控着全黎月的摩拉 管理着全黎月的秩序 天空小岛豪宅别墅 堪称提瓦特当代钻石王老林 我的大腿就决定是你了 新生代言神 富婆 宁光 在本期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我要先向屏幕前的观众网友们 发出灵魂拷问 你最喜欢宁光身上的哪一点呢 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这道题我会我先答 提瓦特强头千千万 但其他人我只缠他们身子 只有宁光 我不仅缠他身子 我还缠他的钱呀 看着我自己哆哆嗦 六四八的狼狈模样 唉 不多说了 宁光小姐姐 你还去打工人吗 白天能干活 晚上也能干活的那种哦 宁光身居离月七星之天权之位 提瓦特大名鼎鼎的富婆 可尽管宁光真的有钱 他喜欢的是钱 却又不是钱 他的恋人 是这个国家 呸 是工作啊 宁光之所以喜欢摩拉 只是因为 摩拉象征着 他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罢了 他其实从未被富贵迷了双眼 只是在单纯享受着 商场博弈中的运筹帷幄 老汤焦白菜 远比一味炫富的黄金蟹 更得宁光新颖 越是看似简单的菜式 越是内有乾坤 精心烹饪出的美味 就像宁光精心设下的棋局 金钱和权力 远比深渊更加可怕 穿梭于屡屡浮华之中 但宁光的内心 却从未迷失于灯红酒绿 他肆意享受着 这一场愉悦的游戏 却深知这只是一场游戏 他追求着金钱与权力 却又从未沉迷 这世间多的是因为欲望而膨胀 因为贪心而毁灭之人 但或许 宁光才是那个最复杂 也是最纯粹的人 毕竟如果换作是我当富婆 我做的第一件事 必须是抢取提瓦特 所有的老公老婆 把他们绑到我500平方米的 海王大床上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唉 我真是个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啊 不过 如果对象是宁光小姐姐 我愿意为她 弱水三千 支起一瓢 能让历经万事的宁光小姐姐 感到有趣 能让不愿意浪费 任何一秒宝贵时间的她 愿意将目光移到你的身上 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 也足以让人魂牵梦影 这位留下了 无数江湖传说的切面女郎 为了她所看中的猎物 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模样 她的高冷 她的神秘 她的温柔 她的体贴 她们弱季弱离的暧昧 无论是她的哪一面 都令人心哲 拥有了宁光 四手五入 你就拥有了所有款式的老婆 原来宁光才是真正的海王终结者 而宁光越是神秘 越是让人想要揭开她的重重伪装 一睹她最真实的模样 但是问题来了 你要如何知晓 她的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她呢 她那坦率的模样 是否只是为了将你牢牢锁在身边 而戴上的另一层面具呢 这套路玩不过玩不过 只能心甘情愿躺平贝姐姐玩来玩去这样子 姐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跟了我那么久 你学会观察了吗 那么 试着来观察我吧 直到成为我的心腹为止 如果你想象不出你和宁光的差距有多大 可以先试图思考一下 你和老夏的差距有多大 同样是看小哥哥 老夏能一眼看透小哥哥的一生 而你看到小哥哥小姐姐 只能当一只鸡龙也关不住的尖叫机 同理 你和宁光之间的差距 大概也就是钟离口中略通一二的那个一二吧 所以对不起宁光先生 我这只青铜实在是学不会怎么观察您这样的王者啊 对待我这种朽木 只能靠您日日夜夜绵绵不断的贴身教导 手把手一寸一寸的教我怎么观察啊 赌徒永远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颗头子上 但最后赚钱的 当然是从来不碰投资的庄家 相比起原始丛林中追求捕猎快感的百兽之王 宁光则更像是隐藏在暗处布下陷阱的猎手 将所有人的弱点编织进他缜密的计算之中 将局内之人一网打尽 用最文明的方式进行着最刺激的角逐 宁光奇人就像他亲手打造的这一座华美精致的空中楼阁一般高不可测 看似远离城市 实为射局之人 哪怕是在帝君所设的棋局之上 宁光依旧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下棋之人 眼神陨落 人心惶惶 可谓是内忧外患 对内宁光承担着四方猜忌 对外还有愚人众蠢蠢欲动 身份成迷的旅人 插手点移的客亲 在这昏水一般错乱的危机之下 宁光却能看见其间的无上机遇 带领七星迅速稳住直视 扩充自己的势力 相比起只有自己一个人受伤的公子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在宁光脸上 你永远看不到一丝惊慌失措 似乎在任何场合 他都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其城府之身令人心惊 宁光的字典上没有赌这个字 只因他是最大的幕后庄家 群月阁之上飘扬的碎雪 只是庄家开局的信号 当棋盘早已不好 当天时地利人和 所有的故事只会走向注定的结局 但是轻易能将人操纵于鼓掌之间 看似深不可测的宁光 在孩子面前却只是个亲切温柔的大姐姐 宁光喜欢孩子 真的是完全因为孩子们带来的情报 最有价值吗 他喜欢孩子们的笑容 是否也是因为对于纯粹事物的喜爱呢 宁光身上所展现出的矛盾 或许也正是他让人移不开目光的原因所在 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鲤月风雨飘摇之时 在万民命悬一线之际 宁光毅然决然放弃群欲阁时 那凛然的身姿 尽管忠离尚存一丝力挽狂澜之力 但对于毫不知情的宁光而言 此举堪称孤注一掷 即使是算无一策的他 也无法预知最终的结局 从来不赌的宁光 为了李月 却愿意以其毕生心血淋浴格为筹码 开启他一生中最大的赌局 在宁光身上 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方商骨的足智多谋 更是一介领袖的魄力与担当 伤人重力 尤其是对于连神之眼都想拿去拍卖的宁光而言 摩拉利益理应是永恒的真理 而越是如此 宁光所做出的决定 就越可贵 越让人钦佩 不过话说回来 群欲阁真的炸了吗 作为物质的那一部分 群欲阁确实已经灰飞烟灭 但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宁光的野心 绝对不会只因物质的消弭而熄灭 群欲阁的实质是什么 是宁光一手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 是提瓦特版1984 Big Sister is Watching You 看看宁光 再看看我自己 我之后是我格局小了 人家脑子里想的都是 怎么把群欲阁连锁店开遍七国 我们脑子里都是怎么海遍七国 这觉悟真是避不过避不过 宁光身为凡人 却不愿为有限的事物驻足 让群欲阁笼罩七国 你可以说是因为他对于权力的无尽追寻 但是在提瓦特这片被神灵统治已久的大陆上 宁光却能以人之力 铸造起属于自己的金色王国 用浮空的楼阁来挑战传统的神权 李悦在帝君保护之下的千年岁月 足以让人们失去居安思危的本能 足以让人们将帝君当作唯一的依靠 毕竟严深的重量令人安息嘛 阿扑伊阿是安心是安心啊 嗨先甭说离岳人了 在座的各位如果已经被帝君养成了残废 请在档幕中抠个一谢谢 然而离岳其心尤其是宁光客情 却能远在帝君陨落之前 就开始展现人质的力量 他们的信念对于提瓦特而言 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荧光所一手铸造的这一座金钱与权力的国度 这一股网罗七国的势力 或许在世界的周末之战 在对抗天理对无限的制裁之时 会成为一股意料之外的强力之源 想象一下在大战前夕 紧锣密鼓的备战之时 当七国分为不同阵营形成鼎立之时 在表面一触即发的战斗之下 见面女郎的倩影却在多方势力之间闪动游离 在暗处编织天罗帝王 以天下为棋局 以七国为棋子 在夜深人静 无人知晓之时 暗中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却能最终左右全盘局势 宁光的野心 或许远不止让群裕阁开遍七国这么简单 他看中的是永恒 是让群裕阁成为天空岛一般的存在 宁光那代表了人物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命座 其终点为七星璀璨 宁流光 此处的七星 究竟指的是离月七星 还是提瓦特的七国呢 有诗曾云 动念间 河山启吞 人尽之 天权 为尊 以普遍理性而论 以武力征战天下的时代 终会过去 以贸易和科技引领的时代 终会到来 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 依然说明了一切 大师 我误了 原来 宁光才是提瓦特大陆的最后赢家 请大家把这部笔薄然 打在宫廷上 看看人家 再看看自己 我顿时觉得 身下的这500平方米的大床都不香了 当什么海王 我要进富婆的池塘 请大家把富婆 我不想努力了 打在宫廷上 我是胡说八道板栗将啊 不对 我是剑赏大师板栗将 长期更新 提瓦特 小哥哥 小姐姐 剑赏系列 不管是X7剑赏 还是人物解析 我全都要 下期视频 你想看哪个小哥哥 或者小姐姐呢 可以在宫廷上 打出你的答案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